这是在国内的比赛中打球的第一杆耀紫棋 嗯 好的 画得不错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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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继续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保持进攻的连续性啊 这场比赛中的斯蒂文斯给丁俊辉留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多 嗯 因为这个只有在第二局和第七局的时候抓的比较好 就单杆的五十加和单杆的过百 好的 好的 嗯 还不错 咖啡球 嗯 给出了一个叫球的线路 中低竿过中带 弹一口来去叫球 嗯 改选择了高竿 单叫啊 这个下方那颗 黑球正上方那个啊 这个 这两条线路按说导播给的线路是更保险一点啊 嗯 他是觉得这个我这个手感能控制好力量能控制好 所以选择这种难度更高一点的打法 这个从下杆上来讲呢 这个难度不大 刚才就丁俊辉这个选择要更稳 好 那就是在对于进球和呃 进球的稳定性上 就是就是咖啡球 进球的概率上嗯 要高过刚才用低杆的那种方法来打 而且控球呢 这杆控的难度是在于力量 就你力量必须得刚好过 如果不过可能挡 那刺激没得挡 这个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 对 这些力量的控制 21 就是说斯诺克比赛本身就是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事啊 有些这个球迷有时候问 说你们怎么这个判断的时候 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嗯 其实这个说不上准确不准确啊 有时候这个临场的选择 对 这个一个是在临场的选择上 还有一个呢 是呃 其实到了职业选手呢 他有时候对这个每个干法的 他的综合的那种难度啊 他会考虑的更加的清晰 比如在这个时候 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 那么肯定是有一点点难度的球 比如像刚才 因为是开到了黄球 像咖啡球角度是比较大的 对 那么如果说第一要保证的是 必须得进 我叫到球我必须得进 叫一定要不进的话 叫到了那是给对手叫 所以说是保进是第一位 所以在保进的前提下 肯定会选择一个 他认为哪种方法更稳妥的 更稳妥的 对 或者说有时候同样的局面 由于选手的风格不同 戴维斯跟奥查利文 肯定不会 也不一定会选择同一种打法 对 看看力量应该是轻了 这已经把比分反超了 不过这颗红球啊 是个压力球 打是不打 因为这个你打吧 这肯定是把下面三颗红球给撞开啊 不进就是很麻烦 就是客户来了 梁文博来了肯定会打 丁一辉看来也是打的 丁一辉的架杆是非常的好的 这根要打 打进的话 这局面有可能会忽然开了 嗯 低竿拉回去嘛 好球 粉球有 多了 不行 两颗红球 一个在底带 一个在中带啊 这样还是有压力 就是下一颗彩球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是 要请黄球吗 嗯 应该是问题不大 两裤还较中带 中低竿啊 好球漂亮 哎 这不是走开啊 嗯 OK 二十三 二十 三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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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算一下分数吧 现在领先了十六分 免费就二十三 打进红球 再打进黑球 超分 43 超分之后还不保险 二三四的位置不错 都在点位 所以二三四打进 就绝对没得打了 这个会去叫黑球吗 对 肯定是叫黑球 44 感觉斯里芬斯如果说 最有机会赢下这场比赛的 应该是第八支 有问题了 这个黄球流的角度非常大 还不保险能应 哎呦 黄球还真是 其实稳稳的导进就完了 不要去叫绿球了 不过要打的话肯定是 对这个选手来讲 这样的黄球去叫绿球啊 跟你说导进 它感觉打起来很大 超一杆 难度是差不多 哦 我觉得超一杆 超两杆 差很多啊 这个 保险以后就是 因为刚才像这个叫绿球的这种肯法 也是比较 啊 常用啊 所以说打起来实际上说 你说保险推进 和这个肯法加一些力去打 差不多 哎呀 这个好是多么啊 嗯 不过斯里芬斯这杆 也打的也比较差 嗯 好的 好了 对这没问题了 这丁锦辉也是在这场比赛中给我们玩了一回心跳 嗯 让大家看得很揪心 斯里芬斯已经不坐下了 等着握手了 对 这种纠绝的比赛能够拿下在丁锦辉的职业生涯中呢 也是不多见的 以往呢 是往往遇到那种比较能模的对手 像那个大伙哈罗顿 像那个墨菲的话 丁锦辉晚晚是失去耐性 对 今天的丁锦辉是 能够获得这场比赛胜利 所以有期待他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碰到好的成绩啊 嗯 好观众朋友感谢收看 再会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